各位大家早安 很高兴我们今天要来继续分享大数据分析应用基础 因为当我们今天学会了这个大数据分析 学完第一天大数据分析的应用 我觉得各位应该已经稍微掌握到一张资料表 如何去做一些资料分析 可是通常我们往往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数据分析我要去解决事情 可是这个问题可能是牵涉到是两张不同的资料表 两张不同的资料表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透过资料表跟资料表之间 我们可以把它关联在一起 或者是我们是来自于资料库找出来的资料 本身它就是有关系的资料 然后接下来再做分析 所以我今天我们的大数据分析应用 我们要牵涉到是跨资料表 如何去做cross doing 然后接下来再去做分析 资料的分析 然后解决问题 好 那我们复习一下第一天教的内容 我第一天教的内容偏重于在 这个只有第一天 那下午的内容 好 我其实所有的范例讲义成品我全部都放在网路上 方便你们来去观看 以前我还真的很好心把第一天的课程当天晚上不眠不休 真的是做完把那些例如说同学的咳嗽声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声音我都把它剪掉 然后赶快放到网路上方便同学也许他可以六日的时候来复习 结果后来后来我发现同学说反正老师都会放到网路上 干脆他就不来上课了实体教学跟线上教学是有差别的 你们要好好把握 因为有些我会写白板 对不对 那你就不知道到底我写在白板上是什么 好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你们能够理解 那我们上次上完的内容放在哪里呢 好 一样打开chrome 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接下来我的范例讲义都会在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可能各位要知道一下 不过你只要看我的教学 你一刚开始一定会看到这个网址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就到我这个网址是httpss 冒号斜线斜线 一个是下午的一个是下午的一个是下午的 所以第二个第二个是这个档案 好我把这个档案下载下来 我今天要换 因为这个范例哦 我可以在不同时间叫第二张资料表 第三张资料表 对不对 然后关联我其实也都做了 可是那天我教你们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透过筛选 我就可以完成完成真实利润 真实的获利 对不对 的一个计算 那还没有用到程式 我今天一定要用到写程式的方式 写韩式的方式 来让你们知道两张资料表的关系 下载了这个档案会在哪里呢 我先把它关掉了 它会放在我们的资料夹的下载 就是当你打开 当你打开资料夹 左上角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下载 就会放在下载里面 快速点两下 刚刚下载的2020 0108 然后销售统计02 这个档案 快速点两下是不是就可以打开来了 打开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我们第一天交的内容 其实我个人觉得 它真的很重要的地方是 你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我们可以取代掉Excel 你一定要记住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所有你的统计课本里面做的范例 大概都是1000笔以下的样本 可以理解吗 就是统计在讲的是抽样嘛 然后检定什么 检定夺服从那个母体 不然为什么要叫检定 就是检查到底我现在这一次的抽样 多相似于整个母体 问题是 那是因为在那个 在那个年代 我们只会做抽样 抽个30个样本 符合大数法则 抽个100个 可是我们现在拿到的是大数据 你一定要用大数据的一个思维 大数据 它真的目前没有一个数学的一个理论 但是他在做的是趋势 做的是预测 可以理解吗 这是不一样的一个结果 你通常说什么 我们要做人工智慧 对不对 那个其实是在做预测 那个其实是希望模拟出来 就是人的一个做事的方式 这样可以理解吗 真的方向是不太一样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第一天有教你这个联动分析 真的很重要 例如说我现在 我点一下2015年 他这边 他就可以看到另外一张资料表的资讯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2015年我们看到什么 看到这边 2015年为什么要点它 就是因为我想要去看2015年 这边 它的一个获利是有成长的 它成长蛮多的 然后呢 这边主要以类别的成长最多 因为当 当你今天要去探究资料的内容 你当要下探 好 然后甚至你还可以知道说 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关心的是 它是不是成长很高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以类别成长最多 好 然后呢 类别类别里面 又以这个 点它 然后又可以看到 又以这一个成长是最多的 好 那如果说大概了解了 这个是联动分析 我觉得您应该还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自动分析 自动分析 滑鼠右键 分析 分析说明增加的情形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它都已经帮你做完了 可是 可是接下来像我就没有教你 瀑布图怎么画 对不对 假设你今天你想要分析 像我们全台湾那个县市单位有22 通常你会比的一定要比到 例如说台北市一定是比6都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设定 所以我不要说 我不要说只有5个 我要6个 好 我们今天就会教你这件事了 这个要自己会画 自己会画 这张湾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还有跟各位介绍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一定要让主管自由选 自由选 自由选重不重要 本来高铁一刚开始 有没有开放自由做 没有 刚开始的时候 你我应该都在经历这段历史 就像那个 后来 后来发现 其实我们应该开放自由做 对不对 好 这种方式会比较好一点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这样主管自由选 他要比较的内容 例如说他想要看 2016年跟2015年 5年 这样的话 他是不是就可以很轻松的去做一个比较 只要在这边去做选举 这个 也是透过两张资料表之间的 联动分析 再来数据的散布 我们其实重点 我要引导你 知道什么叫做自动分群 有印象吗 请问一下 分群这件事情 要不要检定 我真的要告诉你 统计老师 统计老师就说 检定 请问你分群的检定是什么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我们看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我要 经过第一天上课 请问您了不了解 了不了解 您觉得自动分群好不好 好吗 对不对 自动分群 他至少 至少 至少假设 假设 他未来当作是一个 政策 政策的辅助 像我们 我现在就想要去开发一个 医疗决策系统 就是要去帮助 例如说 当急诊医生在看诊的时候 已经晚上三四点了 哇 这个时候 有几个病患进来 这个时候能不能提供给他一些 最佳的最适合的一个医疗的方案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 但是最后决定的一定是 医生 绝对不是这套系统 这样可以了解吗 好 那可是重点 这就是 可以经由一些什么 一些自动分群 自动分群 然后来去先帮我们训练资料 然后看 当我今天我有新的 新的资料进来的时候 他把它分在 是好的客户这四群 还是不好的客户这两个 好 那接下来 我觉得行为模式分析很重要 我们今天尤其去看 看一件事情 我们应该 应该是要 就是说四个一起看 就是说 不能只看一个结束 就是最大或是最小 我们应该看一下过程 过程是很重要 这就是行为模式在讨论的事情 你看一下 书架 书架这一个产品 是对我们来说 公司最主要的产品 你看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 看到他的行为模式 他里面的一个变化 发现其实这样子的经营模式 对于公司来说是好的 那我们经营 经营整体来去看到这样子一个趋势线 那收纳区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商品 那桌子 桌子是不是应该要赶快去淘汰掉 好 因为他在这个地方 你看整个利润 利润在这里 零 零这条线在这里 他在零以下 好下面这个地方 你买一百块 可能要给他五千块 然后这种事情 你会愿意吗 不会吗 绝对不会 这种事情 好 再来就是 关键影响因素 关键影响因素 他在谈什么事情 当你 当你今天 你去看 这个 例如说利润 利润 那我们公司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有很多很多的 就是说 栏位 好 是跟利润有关系的 那你也不知道哪些是跟利润有关 例如说 销售是不是跟利润有关 销售数量是不是跟利润有关 销售的什么 产品类别可能会跟利润有关 产品的类别可能会跟利润有关 就是我卖什么东西会有比较好的利润 对吧 全部都把它倒进去 他就帮你分析出来说 其实在这边最有关系的 最有关系的是这个销售额 销售额要大于1521的时候 我们的利润会达到最高 还有地理分析 还有 这地理分析 我也把它固定住 那个xy 就是那个视野 视野 那个scale 那个视图 比例 比例 我已经把它固定住了 好 再来主要成分分析 就是说 例如说家具类里面有 1234 四个 四个分别 分别你看到一个情形 就是说 在这边 这两个 这两个超过7成 就是超过三分之二 超过三分之二 两个加起来超过三分之二 代表说 这两个产品绝对是主要产品 好 那我们稍微复习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都只有停留在一张资料表 后来我是不是有花了一点时间 告诉各位说 其实我们应该是要去谈两张资料表 例如说好了 请问 那个我现在想要去解决 真实的利润 在订单里面 你会不会有退货 退货的资讯 不会 对不对 为什么 那你就要去想 订单里面为什么不会有退货 好 退货里面 会不会有订单的资料 不会 这样可以了解吗 为什么我们要分开收集 因为它发生时间点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在说的事情 好 那 退货是因为要出货完毕之后 才会有这件事 对不对 好 那既然它发生的时间是不一致的 你不可能是做在同一张资料表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分别把它收集起来 例如说我们会收集订单资料 会收集退货资料 好 那 所以 接下来我们要想办法做关联 那关联 你就要去想说 这两张资料表哪边是有关系的吗 对不对 像订单ID是不是就有关联 好 关系 然后我们把它建立起来 这个关系 这就叫关联 关联 关联 建立好之后 我那天我教你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做法是 我这边我就直接放在筛选 对不对 我把这个 这个 退货 退货 看你要放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因为每张资料表我都应该如果用到利润 我都要算的是真实利润 所以干脆我就在 我就把这个订单ID搬到哪里去 搬到所有页面的筛选 然后去打勾这个空白 我就全部每张资料表都做完了 你觉得这样子的筛选设计好不好 还有分你可以在单独这一张页面 或者是做筛选 或者是你可以在单独这一张视觉报表上面做筛选 你就把刚刚订单ID搬进来到这里 这只有在这个视觉效果 好 那如果说当我们今天通通都没有选到 这边就是针对此页面上的筛选 或者是全部页面的筛选 这样可以了解 好 这也是他的新功能 新功能 但是我觉得这边不难去理解 比较难理解是 你看 为什么我只要点一个空白 我所有的真实利润我就算完了 因为空白所指的是什么 退货 如果订单ID 空白 因为我已经建立好关联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 这里面会多了一种 就是没有配对成功的订单ID 它就叫空白 可以吗 没有在这里面出现的订单ID 那就是没有退货 没有在这里面出现的订单ID